端午节喝什么酒 端午节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 在这天有着喝酒的习俗 那么端午节时都喝什么酒呢 首先是熊黄酒 熊黄酒是用熊黄盐沫成粉末泡制而成的白酒或黄酒 端午节喝熊黄酒是古时候就传下来的习俗 民间还有饮了熊黄酒并摸都元素的说法 其次在端午节这一天也喝黄酒 端午节喝黄酒这一习俗 在我国长江流域非常盛行 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 源于我国且只有我国生产 与啤酒葡萄酒并称世界三大古酒 最后端午节也喝昌浦酒 昌浦酒是用昌浦艾叶泡制而成 端午节饮昌浦酒游览已久 在汉代就已经非常出名